洋年元宵節在台灣各地熱鬧慶祝 台灣燈會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最大重頭戲了 今年洋造型的三大主燈 在台中三個燈區輪番上陣 最後點亮的主燈還創下了歷年最高記錄 除了主燈 人氣最夯之一的 就是法輪大法燈區的法船花燈了 雄偽壯麗的法船感動人心 跟著鏡頭 我們也來好好觀賞點燈過程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三燈開太 等等 應該是三陽開太啦 2015台灣燈會在台中舉行 由楓源廟東商圈 台中公園 以及烏日高鐵特定區 這三大燈區接力點燈 2月27日 楓源燈區率先點燈 13.8公尺主燈吉祥如意 跳躍的姿勢有領頭羊的意思 泰雅族圖騰的尾部有一隻青綠色的翠鳥 更顯得輕盈 搭上燈光秀 為台灣燈會揭開序幕 第二個主燈吉祥康泰則在2月28日 於台中公園點亮 主辦單位老燈新用 特別將2003年的陽年主燈重新翻修 搭配山形花燈造型 讓老陽在線風華 並以無心亭為景 設置水上特色花燈 舉行水上展覽 帶給民眾驚豔的視覺感受 3月5日元宵節這天 最受矚目的第三個主燈 吉祥納百福正式點亮 23.4公尺的高度 創下26年來最高的紀錄 一對大腳 昂首遠視的簡約身形 象徵台灣可以不斷向上發展 旁邊搭配三座布燈 鳳鳴西春 魚耀城樓 夢鄉啟航 以及三大迎賓門 鳳冠門 平安門 飛揚門 都各有吉祥的寓意 而燈會中最特別的 莫過於在台中公園 法輪大法燈區的這座法船花燈 點燈開始 只見有法船底部的十二片大零花瓣 漸漸向上點亮船身 接著在點亮帆布與三面練習 長25公尺 寬8公尺 高18公尺的巨型法船 在夜晚下顯得特別金碧輝煌 相當壯麗 展出第一天就吸引上萬民眾 搶來拍照與燈船 點燈那時候那是感覺非常震撼的 可以感動我的心 非常的亮麗 燈光非常的絢麗 整艘船動用六千人次純手工打造 船部上的九個法輪正轉 反轉 光芒四射 船尾上清晰可見的 真 善 忍 三面令其迎風飄揚 法船周圍布設許多雲朵 其中一朵上面寫著 滿載眾生 法船開 代表舊度眾生的意思 因為在大洪水的時候呢 有諾亞造了一艘方舟 那時候它能夠讓更良善的人 登上這個方舟上 然後能夠在這個世界當中 能夠留存下來 那今天我們造這一艘法船的意義呢 也希望說在當今的 道德輪上的時候 造這一艘法船 能夠讓社會的道德更加良善 燈區內還有書本轉法輪 與神鞠天車 一樣都別具意義 陽年燈會將展到3月15日 精彩花燈就等全球民眾 來親眼見證 中文字幕提供